在一年前的上一集里 梁界揭晓了夏树不能说的暖心小秘密 就是夏树并不是个坏女孩 她只是奔驰叔叔的专用驾校教练 江湖人称科目三皇后 邱明山最后的驾校之王 她和叔叔每次去乡下住几天 都是为了给叔叔传授他的独门秘籍 永厚视镜飘移啊 这招苦练20年到现在都没学会 他们俩才是邱明山真正的神 据说奔驰叔叔家的看门狗大皇 在夏树教练的耐心教导下 都考出了六张三轮车驾驶证了 我只能说严四处告徒啊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千年夏树神啊 梁界把他们的神秘身份公之于众之后 夏树和叔叔就决定隐姓埋名 搬去深山老林与世隔绝 但是夏树老师看我天赋异禀虚心好学 长大以后一定是一块做汽修的好料子 所以他一直跟我有书信往来 并在案中传授我秦始皇诗人诗迹的独门绝技 四传于宋代的武林秘籍 而不武林秘籍 降龙十八弯又名三鹿十八掌 传说关二爷当年学了这个技能之后 能把刺兔马的车速提到776万 百公里加速1秒28 据说账费有次偷骑刺兔马 但他不会降龙十八万 刺兔马的推背感实在太强啊 把账费连人带方向盘甩出去6公里远啊 从刺兔身上直接飞到比利时啊 使称赤壁之战啊 扯远了 所以说夏树愿意把这招传给我 我真的感激不尽了 俗话说一认为是任贼做父嘛 距离我学会降龙十八弯只剩最后一步的时候 夏树大师突然离奇失踪 我也就永远学不会降龙十八弯 更别提后视性飘移这种高阶魔法了 但夏树大师在失踪之前给我留下了四个大字 人 车 合 一 这一年里我也不断修行 想要参透这四个大字的真正含义 但是屡招失败 我有时在想 这四个大字也许就是车手和车绳之间永恒的距离 是树与海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夏树 我穷尽一生追逐你 到头来却做不成那个被你踩在脚底的离合器 小女的芳然静体 终究还是敌不过奔驰叔叔的比进你 终于有一天事情迎来转折 梁建所打听到夏树的下落 然后从这里骗去三百块三个月不还 你别乱说 那段时间里没完我都痛哭流涕 终于有一天夏树看我可怜拖梦来找我 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说第一千万不要借钱给梁建 他说奔驰叔叔原本富可敌国 加了梁建以后三个月内也被他骗走六个敌败 他的虎头奔驰也变成了老头了 喂喂喂不关我事啊 然后夏树解释了他离开的原因 他说其实他和奔驰叔叔并不是人类 他们的祖先是来地球访问的赛博坦星人 也就是变形金刚中的汽车人 汽车人祖先在旧石器时代来到地球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三顶洞人 他们人车合一之后生下了第一个后代 也就是夏树的太爷爷晴天树 这份跨越种族的爱情 然后自然界诞生了一种新的混血儿 也就是夏树的民族汽车宝贝 又名车魔 而夏树的离婿呢 也是因为母亲赛博坦在召唤 他也想回娘家去看一看 给汽车大姑飞机大一半个早年 这样一来一切都说得通了 这一解释为什么他开车开的那么好 这是他独有的种族天赋 这是汽车人的荣耀 是我们这种凡人无法够到的古神之力 但夏树说也有一种办法 可以让我获得汽车人的力量 让我也误导人车合一的真正境界 但我的A186早已提前打开自动驾驶 一路向美丽开游我的季节 点赞越多更新越快啊 终于换了一下口味找回了我的A186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个系列的回归啊 评论区告诉我哦 沈鹿拜拜啊